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永和的奔庭牛肉麵 這是這家店的招牌 這是這家店正面的樣子 那時候他們牛肉麵蠻好吃的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那休假稍微注意一下 那牆上就有這家店的主旨說明 可以看一下 小菜蠻多種的 這是全部的菜單 好,那這是我們點的小菜 他豆腐吃起來很輕冰涼 是冰涼涼的 好,這個叫豬頭肉 切得好薄喔 這個刀工很厲害喔 這個刀工很厲害喔 哦,鹹香鹹香的,然後 肥滋滋肥滋滋的 那我剛才吃 哈哈 那可惜他們沒有豬耳朵 我是比較喜歡吃豬耳朵 哦,也不錯啦 它是滷過的,然後 沾上這個醬油膏的味道 還可以,然後分數我覺得是88 好,再吃看這個小魚豆干 它炒得還不錯 好,這個算中規中體啊 好,這個正常,然後我覺得是85分 按炒說稍微乾一點 好,小黃瓜 好,好 這個冰蒸鍋吃起來就很清涼 冰冰涼涼涼的 好,謝謝 謝謝 它算是走比較 它口味比較輕柔啦 然後 算是比較吃原味的感覺 對不對 好,那我覺得是85分 好 那本日的重頭戲哦 半斤半肉牛麵 那現在就吃吃看了 那現在就吃吃看了 哇哦,看起來很Q彈哦 哇哦,看起來很Q彈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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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筋吃起來很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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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削碗的170這樣子肉給的,我覺得還算蠻多的 對不對 嗯 哦,蠻棒的哦 它牛筋還蠻好吃的 哦,它酸材已經夾好在旁邊 嗯 好不好吃 好,那勺我覺得還不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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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的料理全部都是一罐的 就是比較中規中矩 然後 不會拿味道特別突出 然後比較清淡 好,桌面吃起來QQ的哦 嗯 嗯 好,桌面吃起來QQ的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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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味道上的話應該算是台式牛肉麵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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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錯哦 那我覺得是86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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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朋友有機會可以來吃吃看哦 還不錯啊 還不錯啊 好,最後是水餃 那水餃我想要連著牛湯一起吃 他們說是那個 高麗菜餡的 好,就 還可以啦 還可以啦 都 然後口味上都是清爽清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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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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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重點就是清爽 嗯 嗯 好,那水餃我覺得是83分 就是 都還可以 那可能因為它是沒有用香料的 沒有用味精的關係 它味道比較清爽一些 好,這個就是三代傳承的好味道 那各位來就注意用餐愉快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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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